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我是戴立剛 歡迎收看新聞龍捲風 在今天我們幾個重點 先來注意到 中印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嚴重了 不只死了人 而且印度往前推進了4公里 未來的局勢會什麼樣的變化 會不會變成 真正區域型戰爭的發生 再來我們看到了 之前的時候 衛生部長阿札爾他來到了台灣 之後我們開放了美豬了 但現在國務院慈心 說也要來台灣 我們再來要退讓什麼 給美國人 可是我們注意到 新冠肺炎現在疫情 整個嚴峻到已經有2600萬人 得到了新冠肺炎 連巨石強身都染病了 下半年度 可能你韓劇看不到 可能你電影也看不到了 為什麼 今天我們要加以討論 歡迎幾位來賓 第一位 江中博 立剛問了朋友晚安 黃靖平 剛平安 康仁俊 大家好 潘彥宏 大家好 迪志偉 立剛好 觀眾大家好 前兩天印度的士兵被車給壓死了 但是在今天聽到的訊息是 印度他們往前挺進了4公里 但大陸可是一寸土一寸沙 都不會讓 現在挺進了4公里 是否真正的戰事一觸即發了呢 而且這次印度軍隊 能夠把這個實際控制線 往前再推進4公里 這一場的衝突 居然是由解放軍所發動的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這一次其實好像印度軍人 好像真的都硬起來了 以前大家都講說印度軍人 在訓練的時候 好像他們會著重在瑜伽的部分 結果沒有想到 現在有個宣傳影片出來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居然他們開始練武功 這麼厲害 而且一般其實像這個 其實在特種部隊裡面 都常常會用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他的花招還特別 還滿多的你知道嗎 還有回旋梯 還有空翻 甚至還有像這種飛簷走壁的 這種方式 通通都在走 而且你知道 這個影片還配上 寶萊塢的音樂 還有特效出現 可是你看到這背景 這背景可是都是在 四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你要這樣子回旋踢 你踢兩次 你就會喘不過氣來的 他們是這樣在訓練的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印度士兵是不是在覺得說 在衝突當中 有時候他不能用 這個所謂的傳統兵器 所以在拳腳上面 好好的練習一下 可是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一次在所謂的中印邊際 發生的這個衝突裡面 印度軍隊雖然往前推進4公里 可是他有一個士兵上升 結果後來就發現到說 這個陣亡的士兵居然不是印度人 他原先是在解放軍 我跟你講他本來是一個藏人 你知道嗎 而且據傳他其實是在解放軍 那邊服役完了之後 後來他覺得說好像不喜歡那裡 叛逃之後跑到印度那邊去 原來他是叛軍 是 結果最後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印度跟大陸之間 這樣互相往來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會讓這個地方的衝突 越來越明顯跟越來越激烈 可是我們就看到 中國大陸在最近其實跟美國之間 這個抗衡越來越強烈了 你看像之前美國國務卿 龐佩奧他不是到歐洲 歐洲各國去訪問 拉邦捷派 不只是這樣 他的所謂的副國務卿 也提出來講說 他印太那些地方 要慢慢把它給形成一個戰略 把大陸包圍起來 結果你可以看到王毅 就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 他也前往歐洲了 他現在就開始到處去 結果我跟你講 好像到處碰了釘子你知道 他第一站先到了意大利去 其實意大利在歐洲裡面 在過去跟大陸一帶一路裡面 大家感情非常好 而且互相都有這個合作 一般都以為說他到意大利去 應該是 應該人家備受尊榮 結果沒有 你知道意大利總理拒絕接見他 什麼 總理不見他 只有意大利的外交部長接見 而且你到談的議題 非常的尷尬跟敏感 談了什麼議題 因為意大利居然說 我們來關心一下 香港跟西藏的問題 在意大利那邊碰了一個 不是很好的軟釘子之後 我跟你講他到荷蘭去 到了荷蘭去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 他應該也會得到 好一點的待遇 結果沒有想到 他們邀請他到 他們國會裡面 有一個外交事務委員會裡面去 去那邊覺得說 應該備受尊榮 大家禮遇他什麼 結果沒有想到人家提的 也是香港 台灣 跟新疆的這個議題 所以他就覺得奇怪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就要到挪威去 他到挪威去的時候 挪威居然有個議員跟他講說 我跟妳講 其實我跟妳建議一下 有一個叫諾貝爾和平講這個東西 你聽過吧 有 對不對 很有名的 應該頒給香港人 不對 怎麼會頒給香港人 沒有不對 但問題是你有沒有看到 三個國家講的 都跟香港議題有關 這絕對不是 王毅此行要去的這個目的 後來到了法國去的時候 大家覺得說他到法國 法國總統馬克宏 你可以看到還跟他國際禮 現在都要手手碰手的 就是這樣互相這樣碰對不對 感覺應該是BodyBody 感情很好 結果沒有想到大家覺得說 是不是有個中法聯合聲明 也沒有 沒有聲明出現 結果後來到了德國去的時候 德國那時候其實因為 我們最近不是傑克 他就說你們歐洲這些國家 你看傑克這樣真的不行 他居然跑到台灣去或什麼 結果你知道德國外長 居然出來講說 你不要來批評跟干預 我們歐盟成員國裡面的這些事物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奇怪 王毅好像到哪個地方去 都碰了一鼻子會 似乎要從歐洲找盟國的 這件事情有點難度 可是你不要小看大陸你知道嗎 因為大陸還是有辦法 找到他的盟邦 你看在3號的時候 也就是今天的這個時間點 事實上這是二戰一個紀念日 沒有想到習近平居然就跟 所謂的川普 跟普丁就通上了電話 而且通往電話之後 雙方就達成了一個共識說 中俄之間要能夠深化全球 所謂的戰略合作 而且俄羅斯那邊也承諾說 他們願意繼續跟大陸當好朋友 甚至說要防止戰爭跟衝突的發生 你看前兩天就發生一件事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兩架蘇27居然就飛到 美國B-52轟炸機的前面 而且他是惡意挑釁的狀況是什麼 你知道他特別去搖擺他的機翼 讓你看看他的機翼的下方 有沒有看到 讓你看看我是帶著飛彈 而且他做了一個 在飛行上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因為他直接超車 在空中超機你知道嗎 超車之後 因為你看看他是一個噴射機 他居然飛到B-52的前方 用他所謂的噴射的尾流 去擾亂人家B-52的飛行 其實這在飛行裡面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挑釁的行為 所以這之前已經 一週一個禮拜裡面 美俄已經兩次 發生這樣的一個衝突 你說俄羅斯跟大陸 如果真聯手起來 會不會對美國來產生一個壓力 而且大陸現在還找到了伊朗 找伊朗也來拉幫結派 因為伊朗之前是被美國制裁 美國覺得說制裁他就OK 結果沒有想到現在這個大陸 傳出來跟伊朗 他們其實就簽訂了 4000億美金的經濟合作協議 將要針對所謂的港口 鐵路 這些運輸的設備 來進行他的援助 可是這個援助 其實他只要伊朗給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 石油 石油是最重要的 對 你低價去賣給他 說真的 伊朗在這個地方 他其實也不會受到美國的制裁 因為他跟大陸做交易 美國也沒辦法去阻止大陸 所以到最後很有可能 大陸在這裡面會成為最大的 這個實質獲利者 可是你光看看這一些 包含伊朗跟印度 印度之前也傳出說 什麼要給伊朗 大家有一些所謂的援助計畫 結果伊朗現在出來講說 沒有 根本沒有這種事情 我們也沒跟他簽過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怎樣 你知道 美國覺得說他到處去找這個 所謂你看他找這個四個地點 要把這個金港這些弄起來之後 用一個口袋的方式 把大陸給包圍起來 可是大陸就從別的地方去突圍 他在這邊就找了所謂的伊朗 往北的地方他就找了所謂的俄羅斯 對於美國來講 你從這邊包圍人家 大陸可能會從南北兩端 另外找突破口 衛生部長阿札來到台灣之後 我們台灣開放了美豬了 美國人覺得好棒棒 你台灣真的是有誠意 在貿易上面有所進展了 但現在這時候 國務院次卿也要來台灣了 有些人就在想說 國務院次卿 他之前好像是做某個產業的 那會不會他回到美國之後 我們台灣又要開放些什麼 美國的國務院 其實他們在這個 昨兩天又公布了一個 2020年中國的年度軍力報告 他們每年都會公布 每年講的一些 有關於大陸的敵情威脅會不一樣 今年好像特別著重在台灣 我感覺如果把那個英文翻成中文 或是上面的這個title拿掉的話 會以為是我們國防部寫的 你知道嗎 結果沒想到是美國國防部 美國的五角大廈 它裡面大概就講說 目前大陸的人民解放軍 對於整個台灣本島來說 它是沒有兩棲攻擊登陸的實力 你就知道還不到那個康長 再可能再修煉個幾十年再說 但是對於台灣的一些離島 我們不是只有台灣 中華美國 台灣中華英國 馬祖金門 澎湖 太平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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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沙群島 美國的五角大廈就講 說了什麼 它對於這個馬祖 金門 還有遠在南海 大概1000多公里外的 太平島以及東沙群島 是有攻擊進辦的 這個近戰的能力 其實這個狀況 我相信常常看幸福龍捲 網友朋友 還有在台灣 稍微有一點常識的人 大家都知道 我們會不清楚解放軍的實力 能夠把這個金門 馬祖 或者是太平島拿下來嗎 雖然他們可能要付出的 一些政治效應很大 也包括可能把台灣逼到牆角 但是現在金門 馬祖 幾乎都已經觀光化了 沒什麼駐軍了 已經不像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有大批的駐軍在這個島上 而且現在又不是823炮戰時期 我們也沒有那麼大的軍力 放在金門 馬祖跟澎湖 大家又不是不清楚 但是美國已經提醒 好意的提醒我們 然後難道台灣人會不知道嗎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最近有一個消息 不是之前 美國的衛生部長阿長 跑來台灣 大家都講說 他來台灣關心我們的防疫 以我們的防疫成就 獲得全世界的肯定 但是以防疫為名來台灣 跟台灣談完了之後 才回去沒多久 我們就決定對美牛 美豬 全部的開放 大家就會講說 而且還整隻豬開放 大家就講 阿扎爾其實之前就是商人 來了之後 實際下談了什麼 我們不清楚 還是當然要談一些 商人上面的事 要談一些商人的事情 我就再告訴大家 最新的消息是 又有一個可能是 商人入閣川普的政府 國務院當官了之後 他又可能有機會 渴望代表美國來台灣 這是誰 美國國務院的刺青凱斯克拉奇 據說這一個刺青凱斯克拉奇 是排行美國國務院第三把手 那很大 如果他來台灣談什麼 談半導體 能源 經濟方面 因為他是主管經濟 跟發展能源環境 還有當然是長期的照護 如果他來主導這些 台美經濟之間的商業對話的話 大家會覺得很棒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他來談了什麼東西 他的背景我跟大家講 他什麼樣的背景 他其實就是也是商人 在去年加入川普的內閣 他的國務院進去當官之前 他自己有一個電子商務公司 而且他還是美國經濟財經史上 第一個最年輕的 通用汽車的公司的副總裁 之前是買汽車的 他是賣汽車的 他的專業在財經沒錯 他的更細部的專業 是跟汽車有關 大家就會 我們不要怪我們很會聯想 如果他來台灣 會怎麼樣 阿扎爾跟衛生 跟他之前的部門有關 他一走了就美豬美牛就開放 如果到時候凱斯克拉奇來 他來的時候 會不會一離開汽車就零關稅 或是降低關稅 那還不錯 我開十幾年的國產車 可以換成進口車 好 等一下我再跟你講 他的優缺點在哪裡 這個凱斯克拉奇 我跟大家講 其實他在去年 加入川普政府之前 他那個電子商務公司 他之前他是負責 在疫情期間做什麼 就負責幫美國外面 海外的公民撤僑 還有一些分析疫情 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還有進口美國一些醫療物質 他光是在這段期間 有一個電子商務公司 總部是在舊金商 他的資產就增加了 快要超過2億元美金 然後他的股價 就上升了36% 因為進口口罩 他也是在這個電子商務上 大力的在網路上推動 結果讓他的整個公司資產 飆破了11億元美金 在做官 還可以有這樣的發財的機會 至少統計到今年4月為止 所以你看又能做官 又能賺大錢 果然是跟川普一樣 都是生意人出身 所以我才說 生意人他就是又是一個商人 大家就想說商人當官 沒什麼不好來台灣 如果能夠談成這樣一個狀況 離開了 我們台灣如果在這個關稅上 有個浪步的話也不錯 但是我跟大家講 如果台灣在關稅上有個浪步 你知道嗎 近三年來平均進口的這個車 課增關稅大概235億元 佔我們國家的總稅收入 大概是很大的比重 而且影響到我們國內 整個產業政策 包括什麼 國內的汽車製造業 車體組裝業 還有後續維修的服務業 從上游到下游 一頭拉股一條邊的話 整個旁邊的這些所有的 涉及的就業人口 將近30萬的你知道嗎 這麼多人 這麼多家庭是靠 這汽車產業在生活 如果他能夠來台灣 促成了一種 我們政府開放的這種 汽車進口零關稅 或者是降低關稅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用進口關稅 來保護我們國內的汽車產業 對我消費者來說 當然是好事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能夠100萬元 買到賓士 BNW這些進口車的話 誰還會去用80萬元 去買國產車 買那些頭幼大 或是那些車對不對 但是相對的 我也擔心說 因為這是消費者市場選擇 那些就業的 裡面的相關產業環境的 還有包括工作的人 不能怪我 假如有造成這樣的狀況的話 你們很可能市場萎縮 然後工作蕭條 經濟蕭條 然後搞不好到時候 變成財源 失業 或是放無薪假 這我不知道 因為我消費者 我可能會因為政府 開放的這個政策 我去選擇比較便宜的進口車 大量的進口當然是對我們有利 所以我們台灣到底在這個之間 美國的官員頻頻來 我們付出了什麼 美國說 台灣說我們跟AZAR來的時候 我們開放美豬美牛 能夠簽署到BTA 但是現在進程是怎麼樣 沒有下文 等著看後面的發展是如何 如果到時候又開放了汽車零關稅 或是降低關稅的話 你想想看 當然 日本在台灣 我剛剛講了一個 他的品牌的車 在台灣的汽車廠也可能萎縮 當然 日本可能會被迫 要讓台灣加入CPTPP 加入CPTPP也不錯 但是你想想看 對我們的農業跟我們的車廠 還有汽車相關的行業 也會有一個衝擊 因為現在日本 如果把我們納進去的話 這個到時候 整個台灣的國內汽車市場 跟日本的汽車市場是連動 不要忘記我剛剛講的那個車廠 是在日本算是最大的一個車廠 但是你要想想看 日本現在面臨了 政治要輪替的一個環境 因為安倍晉三健康因素 他不幹了 安倍晉三說就算他不錯 美日同盟還是會持續著 因為他是對美國做保證 不是對台灣 萬一上台的是什麼石破冒 那不就慘了 大家都知道他的立場 事務比較侵對案 如果是岸田文雄 或者是如果是菅義偉 至少可以走他的路線 但如果不是菅義偉 所以我就說 你要看日本的首相 到時候換成誰 而日本所做的承諾 真的牽動了日本 台灣 中國 還有美國這些關係 到底是不是政府 所想像的那麼美好 我要打一個大問號 我們對於美國釋出了 這麼大的善意 我們讓美國人覺得說 我們真心誠意的是這樣子 讓美國感受到我們的熱忱 可是兩個月之後 總統大選結束以後 到時候我們還有熱忱在的時候 美國人他們會用熱臉來貼我們 還是用冷屁股堆我們 不過我們看到我們自己台灣 最近最大的案件 就是館長被槍擊的案件 館長在晚上的時候 也開了直播了 可是開了直播之後 有些時序點 有些網友 他們就開始推敲了 覺得你講的這些東西 跟這些時序點 好像有一點點誤差出現 我剛聽到你講 拿熱臉貼冷屁股 突然想到館長事件 媒體就是熱臉 他就是冷屁股 為什麼 首先我們來講 今天凌晨 館長又發了一個最新的直播 他一開始就先 叹了一口氣 接下來就開始稍微講一下 他大概復原的狀況 接下來他就開始搞媒體了 他就講 這麼多媒體來幫他 他為什麼要搞媒體 他說你最近這些 不管是新聞上面報導的 電視上的 網路上的 論壇的 網路節目的 或者是我們這種新聞節目的 名嘴講的都是唬爛 他就這樣講 都唬爛 比方說他就講了一句 他說你們說什麼 海鮮可能造成衝突 我流性嫌犯7月2號的時候 他就來觀察我 我賣海鮮是8月25 這個時間都不上 他覺得你看 所以大家都要唬爛 不是我說館長 說真的 你有沒有看到高雄少女事件 他就是因為媒體大使的報導 還有網路一些鄉民 有沒有他們出來正義的幫忙辦案 幫忙肉搜羅賢的一些背景資料 所以這個案子很快就破了 為什麼 因為當社會重大治安事件 發生的時候 媒體的責任是什麼 媒體的責任就是要加害者 能夠早日神之與法 受到制裁與譴責 要讓執法者有所壓力 並且能夠承擔 能夠就趕快破案 不是嗎 這不就媒體存在的價值嗎 對 可是你館長現在覺得 大家好像似乎都在唬爛 我請問一下 我就說海鮮事件 海鮮事件 如果你覺得大家講的不是對的 其實大家也沒有武斷的下結論 你覺得不是對的 你就謝謝關心 謝謝指教 一句話就好了 你何必要大共干戈 你現在在養病對不對 心平氣和一點 而且我問 如果說你說海鮮直播是8月底 我這樣講 你當天突然想播就播嗎 你之前沒有準備嗎 一定要準備 你沒有跟相關的進貨上油 中油 下油談嗎 你是不是也許在這個談的過程中 可能跟人什麼有衝突 人家也是好意提醒你 不是嗎 好 第二個 館長他的個性真的是滿大炮的 你看他說 我絕不會像惡事力低頭 幕後黑手是出辣 你打掉一個我 還是會有成千上萬的人 千過後計的上來殺不完 我說真的 他不像惡事力低頭這個精神 我們真的打從內心由衷的佩服 可是有些話 你不需要在這個時候講 第一 你人還在病房 對不對 醫院的人守護著你 你有助理 你還有一些員工 你還有事業 你還有家人 這些人都跟著你在風暴圈裡頭 你身強體狀的同時 他們可能也都會背後飽受 在暗中要對付你的人的威脅 因為敵在暗 這個人流傳不就是敵在暗嗎 對 我先跳一個邏輯先跳到 你說為什麼我會擔心這些事 我跑社會新聞跑這麼久 你看果然就有人來了 是不是有人就在網路上面留言 就放話說要處理館長的老婆 他們是不是 你的太太是不是在暗 那些要加害的人是不是在 你的太太是不是在明 那些要加害的人是不是在暗 而且立剛你看 這些人即使你肉搜 即使你截圖 即使有很多正義的人 幫忙你做這些事情 結果這些帳號都是被盜用 都是假的 你找不出來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一般人歷經這種暗子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會 最後一道防線是誰 警察 檢察官 所以我們就會說 這個事情已經進入司法階段 讓檢察官好好去調查 不要再徒生事端 這才是明智的做法 好 你說這個案件 我以跑社會新聞記者的立場來講 其實有人關心的 真的就是公益 骨科醫師 你知道嗎 館長說 他現在的復原狀況 大家都很擔憂 也希望他早日復原 助理就講 助理說子彈怕很燙 可能傷到他神經 因為神經可能被煮熟 你看他四肢現在就沒有感覺 然後你看他腳部腫脹 為什麼 因為可能發炎 可能抗生素這樣打 不一定有效果 骨科醫師就看到民眾關心的公益 他說你知道嗎 其實劍爆大到一砍 所以以前好的抗生素不能用了 現在都是用一些比較低檔的 可是他說這種低檔的抗生素 效果沒那麼好 會導致什麼立剛 會導致什麼 導致你在這個感染指數 降下來的過程沒那麼順利 他曾經語重心長的跟這些病患說 你只能轉院 所以我想說什麼 剛好館長你現在經歷了這些 那些去看他的政治人物 有的還有醫生背景 有的還唱隱形的翅膀 我想說的是 我們病患如果在被醫療的過程當中 這些折翼的翅膀 能夠趕快早日高飛 才是你唱隱形翅膀的人 該關心的吧 股科醫師看到了 好 不過館長說 那個不是 這個不是 既不是林口館 也不是我們剛才說的海鮮直播 也不是流閒單純的借題發揮 那是什麼 我思來想去 我們唯一只有講一個沒被他打槍 沒有被他說唬爛 就是我們說的健身業同業糾紛 你看好巧不巧的 媒體花了好多的資源 去報導他市營域開幕對不對 當你發現這麼多媒體資源 放在你身上的同時 你是不是也要把你覺得 媒體講了如果是不對的地方 你吸血指教之餘 你把你覺得是可以的地方講出來 你唯一沒講的就這一塊 這一塊現象物上面傳言 就講說什麼 我說其實他之前要沉租 之前也有人想要沉租這一塊 之前是追隆KPP 然後他們講說這個沉租這一塊 可能也是有黑幫在背後 講到黑幫 你不是也懷疑說 這次幕後的殺手 可能就是黑幫之士 然後又講到說 這黑幫可能要用這健身館洗錢 可是重大社會治安案件 雖然我平衡的講台中警發說 沒接過這部分的情資 可是我問各位 館長 如果你都說其他原因不是 只有這一塊你沒否認 那你是不是可以講一下 因為你覺得別人講得不對 那你告訴我 你告訴大家 大家也可以早日在網路上面 幫你思來想去其他的東西了 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情 你看看 你知道民眾最關心是什麼 民眾關心的不是這些人 在這邊表演的橋段 不是 民眾真正關心的是 社會重大案件發生的時候 第一 什麼時候能夠趕快 把這個安全網補起來 以免治安亮紅燈 第二 到底會不會有模仿效應出現 這就是大家擔心的 這就是大家擔心的 你有這麼多的資源 我們老百姓如果一旦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是沒有人保護的 所以我最後想講一句 當網路聲量你最高 而不是美豬美牛 當新聞的頭條不是兩岸危機 中美貿易戰 也不是什麼疫情復發 而且你館長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感謝媒體 而不是屌媒體 有些事情上面 多思考一下 多想一下 話不要衝得太快 有時候反而是好事 可是我們看到 少女的這個事件 失蹤了66個小時 媒體跟網路上面的一些鄉民們 大家積極的搜尋之下 警方很快的就破案 但案子破了之後 其實還當中有許許多多的懸疑 尤其這個羅賢 可是精心涉及了整個案件 這案件當中 其實還有很多的一些懸疑的部分 還沒有被找出來 對 我可以講說 這個羅玉祥根本就是一個 非常狡猾的人 而且他連法官都可以騙 因為想說奇怪的法官 他怎麼騙得過去 剛剛立剛你有講到說 就是警方在 這一次在誘拐這些少女的時候 這個少女不是他第一次犯案 他其實在2018年的時候 就已經因為下藥性侵兩名的 15 16歲的少女 已經被羈押過了 被羈押過 他居然還可以 爬爬罩的在犯案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人 他多麼的狡猾 我跟大家講 就是這個承辦的員警 他回憶說在2018年 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當時他們到羅玉祥的家裡面 去跟他講說 你現在被指控這件事情 我們要把你搜索 要搜索你家 要請你配合 他當時的態度還非常的囂張 完全不配合 而且面不改色 認為說你要來搜索我家 你有搜索票嗎 所以說當下拿出搜索票 要他交出他所有警方 想要查的證物的時候 從他的手機發現 這裡面有被性侵少女的 影片跟照片的時候 他才認罪 他才承認說他有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人就是他在面對你 問他任何問題的時候 他可以把錯的東西 講成是對的 他認為他自己做的事情 是因為有原因 立剛你知道 是什麼樣的原因嗎 他說他會誘拐跟性侵 這個未成年的少女 是因為他要報復女性 怎麼說 他說過去他跟女朋友交往的時候 因為女朋友背叛他 所以讓他萌生這個報復的意念 所以他就覺得說女性 你們到底是把我男生當什麼 所以我今天就要玩弄這些女性 可是我覺得這根本不能成為 一個他犯案的理由 這樣子的人 他的心裡絕對是有問題的 你知道嗎 他在2018年的5月 當時他犯案的時候 他是保全經理 當時他是行找人之名 然後來做所謂誘拐跟性侵之實 你知道當下 他是開著奧迪的跑車 然後以這個要幫人家找工作的名義 把這個少女給騙上車 所以這少女看到他開著好車 他也沒有覺得這個人是會壞人 警戒心會放鬆 警戒心放鬆了 沒有想到他在網路上買這個 所謂要迷婚動物的失意水 是給這個少女喝 讓他們喝了之後就性侵他 性侵也就算了 他居然還拍影片 拍照片 你說這種人變不變態 可不可惡 而且你要知道 其中居然有一個 還是他朋友的女兒 你想想看 他連朋友的女兒都可以下手 這種人他有多變態 所以當時他就是這些東西 證據攤出來了 他當下也承認了 承認他的確有做這樣的事情 你看就像擠牙膏 抓到找到多少證據 他才講多少話 沒錯 所以當下他就是在 平常的時候他是認罪 我的確有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當時在當年2018年12月 被查到了 他也承認了 所以就被羈押 但是羈押兩個月不到 他就交保了 5萬塊交保 法官是認為說他沒有前科 而且很有悔意 他在法官面前就裝可憐樣 對 他就承認說 對 都是我幹的 那是因為我怎麼樣怎麼樣 去很有悔意這樣子 法官就說好 那就讓他交保 交保之後他使出了四招 哪四招 第一招 我剛剛講就代表自己很有悔意 第二招 他都很 平均四個月他到庭一次 他沒有一次缺席的 每次都到 第三招是什麼 就是他跟這些被害人達成了和解 所以第四招你可以講說 他等於是說 又沒有所謂的前科 所以讓法官認為說 這個人應該沒有什麼 沒有再犯之餘 法官是把他給放了 是認為說我剛剛講 他使出這四招 最後他在5月的時候 不用被關 他去弄這個密室 他弄了這個密室 然後再去誘拐這個少女 你可以想像說 這個人他的心機有多重 他這樣子騙法官 然後只為了 你知道他在今年7月23號 已經被判刑 10年是定驗了 他準備要入階 要入階服刑 還在想著只務何去犯罪 你知道他一交保 他去弄個密室 他弄密室要幹嘛 原來是要抓一個少女 把自己跟他關在裡面 而且更讓人家覺得 不可思議的是說 這個密室居然他 你知道他也騙了一個少女 就是他現在的老婆 17歲被他騙了之後 跟他結婚一年 後來發現他有性侵別人 要跟他分區 要跟他離婚 結果他就把這個少女拐來 是關在他老婆房間的 這個天花板上面 少女夾成 對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有多麼的狡猾 當然現在警方是把他的 19歲的妻子 因為妻子是想要跟他離婚 離不成 是把他認為說 你是不是關西人 因為你會不會知情 然後不講 但是這個他的老婆是說 沒有 我是要跟他離婚的 而且我跟你講 他的密室裡面還有一台筆電 筆電裡面一定有更多的證據 你們去查 所以我們可以預見 或許在這個筆電裡面當中 受害的少女不只這兩位 所以我真的希望這個 人家講說保全界的李宗睿 他應該要被關到生死母 現在全球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目前確診的人數 達到了2600多萬人 這個數字已經比我們台灣的人口 要多得多了 可是你看到現在這時候 今年的上半年已經過去了 到了下半年你就發現到一件事情 因為有許多的活動 都因為停止的關係 你到時候你想看連續劇看不到 你想看韓劇看不到 日劇也停播了 再來新的電影也沒有了 下半年度娛樂方面來說 影響可很大 對 全球確診人數2600萬人 已經超過我們全台灣的人口數了 目前看來的話 我們似乎還好 問題是你如果還好 在家裡不能到處走 連你的一些娛樂 慢慢的要被抽掉了 那怎麼回事 那怎麼辦 那怎麼生活 有人這個話是他心靈滋養的來源 來 我們看一下 大家還記不記得 以牙還牙 加倍奉還 半折之處 現在第二集要出來了 大家高興得不得了 結果拍啊拍的 第七集完了 第八集要上了 不好意思 延到13號再上 為什麼 就跟疫情有關係 為什麼他突然要延號了 所以網路上哀鴻遍野 而且你知道嗎 延到13號第八集會上 第九集 接下來還不知道有沒有著落 每週播一集搞到最後變成 每兩週播一集 不是只有我們講的日劇而已 還有什麼 韓劇也是受到影響了 而且韓劇受到影響 我們也很擔心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其實有一些是怎麼樣 竟然是劇組或者是演員確診 確診 所以戲不能拍了 這個問題更嚴重 對不對 這個問題更大了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麻煩 來 我們很多人看日劇 韓劇 很多人也是看陸劇 宮廷劇或者一些時裝片 是不是 他們其實 大陸他們其實管控的還滿好 所以基本上陸劇沒有出什麼問題 可是大家記得嗎 今天9月3號有人在談OTT的專閥 而且俗稱的 這個風霞愛奇異案 愛奇異 今天生效了 播音商不能看了 在台灣我沒辦法看愛奇異了 沒有錯 所以代理商OTT就說 OK 好吧 我們就宣布 我們就停止代理對不對 而且公司還要裁員 所以大家如果要走一個 有代理商的管道要好好的看個劇 現在大概也會受到影響 是不是 很可怕 來 我們再往南部看 這邊有一個大家知道嗎 全世界最大的電影工業 去年年產值超過700億台幣 印度的寶萊塢 但是他們也倒楣 因為他們確診人數400萬人 快逼近400萬人 也很慘 而且大家知道嗎 他上第一季 第一季的票房30% 很慘淡 結果第二季 目前說基本上可能是0 0 沒有票房 好可怕 怎麼會這樣子 這戲也拍不下去 而且其實大家想想看 暑假才剛過 暑假你說我們國內有上什麼大的片子 所以其實全世界都一樣 根本沒有什麼票房可言 而且來我們談到非常有名 三個傻瓜裡面阿米爾汗 也說人家說是印度隱居性 這也良心 他要改播 改拍什麼 要改拍阿甘症傳 Farish Gump 結果現在也沒辦法了 所以這個什麼東西都受到影響 好 我們剛剛講到 印度的話多少 400萬人感染對不對 還有個地方更厲害600萬人 哪裡 或者說他們更慘 美國 然後結果他們很多也受到影響 我們看到哪邊去 紐約非常繁華的這個Times Square 結果上面的Hilton宣布要歇業 怎麼會這樣子 希爾頓全世界都有名的 怎麼會這樣子 就歇業了 好 大家可能想說 反正現在疫情 我也沒辦法到處走 他歇業對我的影響其實沒有很大 可是大家知道嗎 相較於保萊塢 我們大家更翹首這個引頸期盼的 可能是好萊塢來的電影 大家記不記得公車廣告 趴趴走不知道從去年還是多久 我們就看多久花木蘭了 對不對 而且大家小時候可能有學過 花木蘭要代付重新很辛苦 有沒有 一邊買菌馬 一邊買長鞭 一直買配頭 買安間 到處跑 結果現在跑著跑著 跑不動了 上映了嗎 可能不上映了 不上映了 已經被人家退黨三次了 有一些劇院或者是相關的片商 生氣得不得了 你這個到底要不要 最後可能是在串流平台上面上映 還有什麼 阿凡達大家記不記得 阿凡達現在拍第二集了 張家界那一邊的影像 然後另外的話 還有3D的影像 大家都高興得不得了 要第二集 目前看來大概要演一年 所以也沒有了是不是 另外有沒有人能夠相信 一部電影34年後還能拍續集 男主角一樣是帥氣 隔了34年 壯志凌雲 捍衛戰士要出第二集了 大家想像得出來嗎 對不對 第二集 這個Mufferic獨行俠 現在看來也是也要演 然後還有 大家知道帥哥基諾里維 出道的時候拍過報銷片嗎 要出第三集了 然後還有人血漢將 這一切全部都受到影響 所以你看影響大不大 可是我們再來 我們看到美國好萊塢裡面 你想到最厲害的就是巨石強森了 他每次都拍那種危險的動作片 一年大概可以出兩步 但常用IG上面突然發現 連巨石強森都染到新冠肺炎了 對 今天一大早 我就被這個新聞 看到這個新聞我就嚇到了 你沒有想到說巨石強森 看起來肌肉這麼健壯的人 也難敵新冠病毒的情勢 對 我都覺得他百毒不清的 是 但是不是只有他 包括他的妻子跟小孩都染病 所以他今天在IG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真的得到這個病 不要害怕 我們就是面對他 把他治療好 講到巨石強森 大家就要印象就是身材很好 肌肉很健壯對不對 你要知道人家也是票房巨星 我們可以看說 其實巨石強森 人家說真的變成一線的巨星 他挑片子 他不是什麼片都拍 是重質不重量 但是巨石強森被說是 重量不重質 為什麼反過來 因為他拍片的產量非常的驚人 你可以說從2017年你看 《玩命關頭》第八集 海灘救護隊還有野蠻遊戲 一年就三部電影 你要想想看這個很驚人 再到2018年毀滅大作戰 摩天大樓 2019年我的《玩命關頭》 還有野蠻遊戲的續集 你想想看在三年內 他可以拍你看1 2 3 4 5 6 7 8 八部片 產量這麼多 很可怕 你說人家雖然是重量不重質 可是他其實拍片 完全都是親自來 不太用提升 他都親自上陣的 他都親自上陣的 所以他有講說他每拍一部電影 除非他今天是拍許記片 可能連許記片都會受傷 你可以看就是說 在我們看 往下面看 在我剛剛講到的 他在2018年拍的 摩天大樓這部電影 你看他在裡面是飾演一個FBI 但是因為他的腿被炸斷了 所以沒有工作後來到了上海去 你知道上海有個明珠塔 東方明珠塔 他就被朋友介紹到這個明珠塔 去當保全 但沒有想到遇到了恐攻事件 你看他包括要爬樓 也甚至這些就是 都是高難度又危險的動作 全部都是要自己來的 他完全不假他人之手 全部自己來 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雖然重量不重質 可是人家可是很敬業 你看這個電影當時 是中國傳奇影業 也就是萬達集團所拍攝的 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個很好笑的地方 什麼地方 立剛你看這個地方 摩天大樓當時票房3億美元 網友說什麼 少了巨石強聲他就不看了 你就可以知道說 衝著巨石強聲 我就要來看這部電影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講到萬達集團 他所投資派的電影 第一部長城 你看這個是誰 麥特戴蒙 當時這部電影 慘遭華臉 我們賣得慘兮兮 票房非常爛 環太平洋票房好一點 到了金剛骷髏島票房很不錯 但是摩天大樓 你看本來如果沒有巨石強聲的話 票房應該也是慘兮兮 就是因為這巨石強聲的臉 要不然人家就不看他了 有趣的地方是 這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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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都有景田 因為是萬達集團 力捧的女演員 But我們到了摩天大樓 換成誰 換成周杰倫老婆 昆玲 人家票房就很好了 當然不是要講說 景田票房不好 而是要講說巨石強聲 有他的魅力在 當然巨石強聲在 今年富比斯的排行裡面 他第二次拿到 全球最會賺錢的男明星 你可以看到他是第一名 他的收入是26億台幣 你可以想像26億 就是我們上次樂透彩的金額 對不對 所以他一年可以賺這些錢 而且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 他上次也曾 他在2018年的時候 也是拿到收入最高的男明星 當時賺的錢 雖然是比現在多 可是你想想看 跟第二名的萊恩 尼諾斯比 他比他多了5億 這個數字真的是很會賺 而且人家他在拍戲 所以我剛剛一直強調 是重量不重值 可是他親力親為 他在拍這個電影的時候 他會跟電影公司開會 而且問得很細 甚至還會跟電影公司說 我還可以為你多做什麼 讓很多片商非常喜歡他 所以他是少數 就是可以橫跨很多片商 來拍電影的一個 好萊塢的明星 講一個例子 2012年他拍這個地心冒險的時候 當時這個男配角 這個喬雪哈 哈棄森 他還為了他去參與 片商的行銷會議 還告訴這個新人說 你應該要怎麼做 才可以讓你的知名度更高 這是很多好萊塢明星做不到的 因為有些大明星他有名了 他就不會去跟新人講這些東西 當然 我顧好我自己就好 可是他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人 我們再看 就俱子強森 他一直維持他這樣的身材 所以當然他拍的電影 不管哪一個類型 他都是要去救人 都是動作片 可是你要知道 明星要維持身材不容易 他除了控制飲食之外 他還要做重訓對不對 我們看到這畫面 這個運動就好像是他在 我們呼吸一樣 每天都要運動的 那個啞鈴不得了 上面那個數字很恐怖 而且你要知道 他從來不去外面的健身房 這個是他自己家裡面 打造的健身房 而且立剛你要知道 人家今天他如果拍戲 到澳洲 整個健身房裡面的健身設備 18頓重 全部搬到他片場去 連健身房跟著他走 因為他健身跟呼吸一樣 他不可以不健身 所以我是不知道 他現在得了新冠肺炎 是不是也要繼續健身 所以巨石強森是一個 非常注重自己身體健康 還有要運動健身的人 你說像他這樣子 這種標形大案 應該不會養寵物吧 不可能 我告訴你 人家還養寵物 養了什麼寵物 你看這一隻貓看到沒有 這個不是道具 這是真的貓 可是你看這貓的臉 跟他的表情怎麼那麼像 你知道有什麼主人就有什麼貓 他的貓也是這樣練的 你說連貓手都一樣的 對 所以說這個真的 巨石強森 他今天告訴大家 他得了新冠肺炎 當然很多人很驚訝 不過沒有關係 就像他一樣 要用正面的態度去面對 我們看到巨石強森 他得了新冠肺炎 現在當然希望他能夠早日康復 可是我們看到 在這個地球表面上 你絕對脫離不了的是什麼 就是那地心引力了 可是如果你到了天空當中 地心引力會把你 快速的往地面拉下來 你要什麼樣的方法 能夠在這自然的環境下 克服這地心引力呢 這一陣子美國有一個魔術師 他彷彿好像變魔術一樣 因為他不過就手抓幾個氣球 然後就像童話故事一樣 真的飛起來了 真的飛 這不是變魔術 他只是他的職業是魔術師 他現在做的真的是抓著氣球飛 但我們很好奇他到底能飛多高 對 我告訴你 接下來就出現了詭異的變化 因為飛著飛著之後 你會發現他的臉部表情 就突然戴上了氧氣面罩 那就代表他應該飛很高 這個高度絕對就是氧氣 非常缺乏的高度 結果立剛你知道他後來飛到說幹嘛 2萬多英尺 也就是差不多7000多公尺 飛到這麼高 他講下次我要挑戰朱莫朗瑪峰 他這次7400公尺 下次朱莫朗瑪峰再多1000公尺 好厲害 不過我覺得更恐怖的是什麼 是上個禮拜 說美航他們當時在起飛的時候 突然那個機長就看到了一幕 讓他很剉 他說他馬上跟塔白講 我剛看到一個穿飛行背包 然後一個人這樣飛 從我旁邊飛機飛過去了 他那時候講塔白一聽 他還覺得說機長是不是太累 有點老眼魂花的 眼花了吧 怎麼可能人會從旁邊飛過去 可是機長繼續講 他說塔白 塔白 他不但從我旁邊飛過去 他現在又飛過來了 而且他距離我大概差不多300 不是 是30碼 這麼近的距離 像近這又應該不是眼花 因為眼花不會看到兩次風影 我告訴你 三板碼變30碼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他的移動中 而且移動速度非常快 當塔白一陣呼籲 也很shock的時候 這時候有了另外一家航空公司 截籃航空 10分鐘之後也回報 他說 報告塔白 我剛看到一個穿著飛行服裝的人 從我旁邊飛過去 兩架飛機的機師都看到 那表示是真的 你知道這事情誰調查 FBI調查 到底他們看到什麼 UFO嗎 我告訴你 有人就開始講 會不會是鋼鐵人 會不會是什麼 基隆珠孫悟空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機率是不高 可是有人說很可能是看到這個 黑科技 來 我們來看一下 英國有一個發明了這個 很奇怪的 叫Gravity Industry Jetsuit 這是什麼 那個對抗地心引力 好像電影鋼鐵人中的這種 我們講的飛行 可是他這不是 他直接在船上面降落 對 他不是鋼鐵人的劇情 他是真的 你看這位老兄 他說我這個飛行裝 我給他取名叫DMI 他時速可以高達300公里 300公里什麼概念 台灣高鐵的最高營運速度 他能這樣飛行就可以飛這麼快 而且他飛得夠高 我告訴你 他可以飛到高度3500公尺 剛剛那個美航看到的 還不過剛起飛900多公尺 所以這位老兄他的更厲害 而且他的推力是1050匹馬力 兩台法拉利加起來的 這樣的一個馬力 好啦 現在很多國家的空軍隊 這位老兄發明的飛行裝 很有興趣 但是剛剛看到都是科技加持 這個他會告訴你 我還是要用All school 老派的方式 就是俄羅斯的空降兵 你知道他們完成了 人類史上不可思議的挑戰 跑到北冰洋 北極 然後做什麼 做這些傘兵 1萬公尺 給我跳下去 給我 跳 1萬公尺這麼高 敢跳我就給你踹下去 沒辦法 因為你知道現在北極支援 大家美俄兩國大在爭 你有沒有看到後面的天際線 你幾乎已經到了 那個外太空的感覺了 後面在跳的時候 我在相信應該也有很多人 因為這是世界紀錄 應該也有很多人很緊張 可是沒辦法 為了完成祖國的任務 要跟美軍在這邊一較長短 啞著啞也要跳下去 1萬公尺 觀眾朋友 高空跳傘 最老式的跳法 好 但是有人就會說 我比他更狂 因為我不要降落傘 不要降落傘 那就摔死了 你能跳 我告訴你 這人就是老美 美國有一個人叫Luke 他就說我不降落傘跳 好 你看到現在綠色的那個人 就是他 他穿著綠色的服裝 旁邊三個就陪他 以免到時候他偏離了 他下降的航道 好啦 我們現在看 他背上真的沒有 降落傘的背包 多高 7600公尺 他穿綠色的衣服 然後一直往下掉 旁邊的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自由落體 到了那個中段速度了 不是 他立槓 他要掉下去的目標也太小了吧 那如果沒接到怎麼辦 那不是接到 那什麼接 答案揭曉 網子接 在足球場有個網子 安全網接他 旁邊那幾個住所 他們都有降落傘 他們就趕快先繞跑 是 我用繞跑是比較開玩笑的講法 就是誤會成功就走了 我想講這難度有多高 7600公尺 他剛好瞄準到那個地方 很多傘兵有時候在跳傘過程 偏離幾十公里都有 他跳到了 他為什麼要穿綠色的服裝 他說那個叫飛行服 沒辦法 我沒有降落傘 但我至少要有個飛行服 可以讓我控制方向 以免被風吹走吧 可是沒有降落傘 也沒有飛行服 跳下來又沒事的 而且也夠高的 大概就這位女士了 1972年南斯拉夫航空 當時發生個空難 結果威斯納這位空服員 他當時是在飛機上的座椅上 整個就從天空中掉下來 他跟著椅子 他坐在椅子上面飛下來了 對 他掉下來的距離 是1萬多公尺 沒救了 空難墜機 他在座椅上 從1萬多公尺掉下來 時速320公里 砰 砸到地面 他平安無事 你猜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剛好降落在雪地的坡地上 這樣的紀錄成為人類史上 墜落距離 最長 還能夠生還的厲害紀錄 到了現在9月 你看到警方在路口出現了 為什麼 因為今年9月的時候 要開始進行一個大執法 但大執法之下 這些駕駛人 他們真的都守交通規則嗎 其實有些地方好像還是不是 全國路口安全大執法 已經上路第三天了 其實在第一天取締就破萬件 其中又以這個闖紅燈 跟這個紅燈違規右轉 又最大宗 但是為什麼要全國路口安全大執法 也就是台灣駕駛 三保太多了 就像畫面上看到這個 黑色的小鋼炮 它開著開著竟然逆向 然後最後碰到前對象 有一個銀色的轎車衝過來 它嚇了一跳 就往旁邊 結果撞到了旁邊 綠色的同方向的轎車 幸好人家駕駛方向盤 我得而主 而這個車跑去哪裡 你仔細看的畫面 它已經跑到了 衝到了旁邊的樹林裡面 草叢中了 大家看到之後 有時候看這種影片還滿療癒的 不是說我們要詛咒它 而是說這種就是不要危險駕駛 也不要違規 但是其實有些東西 是你大執法的時候也管不到 比如說在彰化 有一個外景女騎士 她騎著騎車 你就看到這個行車進入去拍照 她突然跌倒了 好像被一個東西撞到 你看那個汽車 還巧妙的閃過它 要不然就會撵過去 很危險 紅圈圈起來 就是倒掉了這個汽車 好像有一個東西衝出來 你仔細看 慢動作看 那是一個狗狗 毛小孩 對 毛小孩怎麼又沒有栓井 主人沒栓井讓他衝出來 害這個女騎士摔車 結果後來一查資料才知道 因為主人說 才剛剛停好車 沒想到狗狗就因為尿急急著衝出去 就把這個外景女騎士撞倒 害他這樣子摔車 差點被人家撞到 所以有時候還是要提醒主人家 要把這個栓井 要不然造成路上的危險 但其實你看看中國大陸 也有一個危險事故 它是在杭州地區 你看到正面撞來 是一輛這個麵包車 把這個送外賣的小張機車騎士 哽著撞飛 整個騰空到這個空中 然後摔下來 後來送醫不治 這個急救無效身亡 你知道這種人家的家庭 他是上個月寶寶才剛出生一個多月 然後為了貼補家用 他本來是做裝卸行業了 後來就想說再去兼差 做外賣的這樣一個 送外賣的駕駛 沒想到就因為這樣子貼補家用 結果就被人家撞了 結果最後天能有格 然後家屬要求償 打電話給他的開麵包車的司機 因為他是酒駕 然後結果沒想到人家說 因為已經離婚了 沒空離這件事 會不會太冷血了 這是出事的路段 但其實如果場景 再拉到湖北恩施 有時候跟家人吵架 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緒 有一個19歲的女生 他就一直要躲在家裡面的 SUV的車子底下 當時外面的氣溫 高達設施37度C以上 苦勸6個小時他就是不聽 一直到快虛脫了 他跟他媽媽吵架 賭氣 就不理他媽 而且你看他那個腳 還夾在車子底盤的縫隙當中 就是硬不肯出來 後來消防人員 加上他的媽媽家 好說歹說的不斷勸說 6個鐘頭之後 才把他安全的拉出來 他已經有點虛脫了 所以我們才說吵架的時候 情緒還是要控制一下 尤其是跟家人或自己的男朋友 要不然你就會像俄羅斯 這個厄牧斯科的一對情侶 女生不斷出言挑釁男生 結果男生一把抱住他 跑去哪裡 把他丟到垃圾桶 有沒有搞錯 真的是渣男一個 你把你女朋友丟到垃圾桶幹什麼 那你男的是不是要進收水桶 所以不管怎麼樣 至少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所以吵架的時候 還是先冷靜一下 高雄少女的誘拐案件 這件案件讓人感到非常的氣憤 就在於說之前這個羅賢 他已經犯案了 而且被判刑確定了 但是人卻在外面爬爬罩 而造成了現在再次犯案的一個機會 我們在今天這一段時間 會深度的討論 歡迎新加入的來賓 高仁和 立剛好 大家好 還有包含張廷正律師 立剛好 大家好 我們先注意到 在現在的這時候 大家看到羅賢 他已經是收押 禁見了 可是許多人都在說 如果之前他犯案 那兩件少女的案件 之後法官把他整個 收押起來的話 現在也就不會有這個少女 失蹤60小時的事件出現了 而這案情當中 還有許多的一些詭異點 我們現在就來深度的分析 先來講一個最新的狀況 這羅玉祥 他昨天深夜他被收押禁見 關在了高雄看守所 和兩個收入人共同關在一起 結果根據目前看守所的方式 表示他非常的平靜 他還跟那兩個收入人聊天 但是這平靜透露一次詭異 平靜過頭了 好啦 警察就覺得 你似乎有備而來 接下來大家看 他還跟警察講 他說我字字句句都要照我的話 你如實登錄 筆錄上面要如實登錄 此外警察又問他 你有沒有拘禁這個少女 我為什麼要拘禁這個少女 我沒拘禁 我又沒有拘禁 他一副就是老神在在皮皮的樣子 可是你說你沒有拘禁他 你只承認了所謂的掠用 可是這過程當中 卻有很多你要拘禁他的準備 比方說少女不就共撐嗎 他當時有被帶了一個 類似電極項圈對不對 當然我們後來知道說 那個其實沒有任何電極的能力 對不對 可是大家曉不曉得 其實他 羅玉祥 真的有打算要買 為什麼 因為被挖出了這段對話的記錄 他在網路上面和人家的對話 有沒有開寵物店的 我想要買電極紙廢氣 台灣好像沒有這東西 他宣稱 因為他跟人家有債務糾紛 他要討債 要給對方一點顏色瞧瞧 所以他要這個東西 好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後來發現 他要買來要一個月 所以當這個少女已經來到了 新竹竹東的時候 這個東西還沒到 因此還好這東西還沒到 所以他才用了一個假的 來嚇嚇這個少女 我問 你如果沒有要拘禁對方的意思 沒有要這個我們講的 妨害自由的這樣的一個意圖 你沒有那個意圖跟動機的話 你為什麼要買這個東西 就對了 對不對 你聽就懂 我們再來看一件事情 就是整個過程 現在社會大眾比較 父母會特別擔心 你為什麼當時就曾經在 2018年犯下對兩個 未成年少女性侵的這種重刑犯 而且你也被判刑了 雖然當時是還沒定業 後來最近不是馬上定業了對不對 為什麼這樣的人沒有被收押 還可以交保 然後在外面趴趴走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2019年這個案子 檢方起訴 起訴之後就開始 就以審到地院 地院之後當時 曾經檢方有跟院方提出 這個人必須要收押 尤其是在今年5月的時候 檢方又再提了一次 為什麼 因為去年提的時候 沒有收押成功 是交保 立剛我畫一下 是交保 去年是交保 今年5月再提一次 就再提一次就出現了 院方跟檢方之間的一個 不曉得是不是沒有喬好 導致有這樣的一個陰錯陽差 檢方提5月再收押 結果院方說 可是第一 他的交保都已經一年了 已經到現在一年了 第二 他也沒有再犯之魚 第三 你也沒有心事證 那你要如何再提收押 好了 結果院方 檢方果然不同調 可是後來檢方又說 那好 我們擇日在討論這件事情 就在開庭的時候反過來了 變成法官問檢方說 那現在要不要收押 檢方卻又沒有再提出 收押的要求 所以現在兩邊就互踢皮球 當時沒收押 變成了現在又在犯案 如果當時有收押 這個事情不是就不會發生嗎 觀眾朋友想問的是 為什麼這樣的重刑犯 會交保在外 好 我們再來看 回到案件的本身 我們曉得這個事情 牽扯到的不只是羅賢 還有他的套房管理人王賢 跟再少女的盧賢 還有他的太太 被列為關西人 對不對 可是妙的是 為什麼盧賢跟王賢 最後都被請回 而且是無保 那代表他什麼設案很低 機率很低 好 可是大家要曉得 你王賢身為他套房的管理人 租套房的租客 你沒有覺得他年紀很小嗎 第二個我們來講 那個盧賢更怪了 盧賢現在宣稱我就只是 因為跟這個羅賢之間 有借貸關係 那我欠他錢 他叫我辦事 我就辦事 那我就去載他 把他載到竹東 可是我問一件事 你是不是知道 羅賢曾經有跟盧賢講 你把那個少女的手機丟掉 立剛我問你 我現在叫你把這手機丟掉 你會問我什麼 為什麼要丟掉 答案就是這個 你會問我為什麼要丟掉 你都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這不是就是已經扯到了 感覺有要犯罪的感覺嗎 好 所以這裡頭兩個無包請回 大家要在擔心 最後再講 你曉不曉得 當時警察後來又再度回去 搜索那個房子 搜到一些電腦的資料查扣 對不對 你把王姓男子放回去了 他是那個房子的管理人 假設後來又發現王姓男子 真的跟這案子有什麼關聯的話 你現在把他放回去 你再去搜電腦 有什麼意義呢 電腦資料有沒有可能 刪光了 我不敢說 我只說會不會有這個疑慮 大家曉不曉得 我們為什麼要特別這樣子 為大家把關這件事 當初李宗睿 他設偷拍 他又設性侵 他一被抓到 又立刻收押 而且判了60幾年 到現在關了8年 他從來都沒有出來過 可是他性侵兩個人 不但當初交保 然後今年5月要再收押 最後也沒收押 然後現在又發生這樣的事情 甚至一個夾乘密室 逐東恩號房 讓人家覺得感覺是不是後面 有背後的集團操控 我真的覺得檢警 還有我們的司法機關 要誤網誤眾 事事謹慎 小心 我們看到羅賢 祖賢現在是收押的 但是這共犯 怎麼現在是無保請回 不禁讓人感到非常的懷疑 而且這幾個人 你可以看到年紀輕 再加上他們的手法 是非常的熟練 然而 會不會有可能是背後 有集團操控 而且看起來並不像是 這是第一次犯案 非常極有可能 因為這個我自己個人判斷 他這個絕對不是第一次判斷 為什麼 不是第一次犯案 為什麼 因為他第一次在2018年 性侵就是用下藥民間 那兩個未成年少女的時候 是被少女的父親他們提告 當時到現在發生 到現在已經將近兩年了 判了十年的有期徒刑 今年8月30要定驗 那很簡單的 他今天講的說 我蓋了這個小閣樓 就是密室是我要躲藏 然後拉一個女生來這邊 陪我躲藏10年 甚至於40年 我個人覺得他是胡說八道 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像這種類似的情形 這個是一個完整的共犯結構 我很簡單的講 法官把儒姓嫌犯和王姓嫌犯 無保釋回 現就是居住 儒姓嫌犯為什麼會被逮捕 因為他被逮捕的原因是因為 他拿著這個被害少女的手機 在台北市區爬爬燥 而且爬爬燥 他剛剛講說 他是要把他丟棄 丟棄你在現場 你載了他就丟棄了 為什麼你要把他手機 帶在台北上繞來繞去 而且是20分鐘30分鐘 打開一次手機 一下在淡水 一下在新北市 故意要讓訊號發送出去 就是讓誤導警方讓警察 誤以為這個少女在台北市區 新北市區 但事實上 這個女生已經被你限制 在新竹的竹東地區了 再來因為抓到了 在淡水抓到了這個儒姓嫌犯之後 公書來說 原來在儒姓嫌犯他住宿的時候 警方去 第一次去 找不到 第二次去 找不到 因為不死心 到第三次他去的時候 赫然發現 聽到四樓甲城有聲音 有聲音的時候 然後才發現他說他上下鋪 原來他先生是住在下鋪 羅姓男子住下鋪 羅姓男子的太太 19歲的太太 住上鋪 那個小格在上鋪的一個 小的一個門 暗門 暗門必須由下面的人往上推 才能關得起來 所以你人在上面 沒有一個人在下面輔助幫你關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他的太太一定知情 再來第二個 你說他沒有逃亡之餘 他的太太已經跑到警察局 去報案7月份的時候 跑到警察局報案說 我先生不見了 刑方不明 已經報了羅姓男子 這個刑方不明了 表示說我先生失蹤了 不在了 誰故意先講他失蹤了 所以他早就已經布好局了 這個完整的局 因為我們今天是真的是 他的運氣好在哪裡 萬一 我們講萬一 當時這個新聞曝光了 沒有救到這個女生的時候 那個男子會不會把這個女生不利 再來如果這個女生一直長期 被他拘禁在那個密室裡面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的時候 這個案子淡掉了 淡掉了 沒有這些肉搜的這些正義知識 還有他的媽媽破文 淡掉了之後這個女生 我很簡單講 羅姓男子有沒有可能 對他進行性騷擾 性欺態或者騷擾還是傷害 還是有沒有可能 每天為他吸食毒品 有沒有控制他的可能 有控制他的可能之後 讓這個女生如果長期在那邊 一個月 兩個月 你看那個地方可以吃 可以住 可以用 任何都不需要去到樓下去 所以當他如果對這個女生不利 性騷擾 性侵害 甚至於餵毒 他的如性男子 會不會第二個加害者 王性男子會不會第三個加害者 會不會造成後面的 變成一個集團 這個女生已經被我控制住了 我把這個女生賣給你 但然後你講到這部分的話 其實像台北市西門町 那個地方是非常的雜亂的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會不會有一些案例 在那地方 我曾經在少年警察隊 我們辦過一個案子 西門町很多一些女生 國中生 他就是大約都12歲到16 7歲 他就是有時候在家裡 跟爸爸媽媽一個口角 但是就被同儕拉到西門町去 有一條街都喝泡泡紅茶的 這個案子 當時這些女生到那邊去的時候 我們接獲報案的時候說 那個時候有除計 但是我們不曉得 為什麼會有人報案有除計 結果我們在萬華區的時候 查到一個賓館裡面 就是一個男子跟女子 在性教育的時候 那個女生才13歲 這麼年輕 可是你看她打扮的時候 像20歲 後來把這個女孩子 仔細再問出來的時候發現 他們在萬華地區有一個房子 裡面住了8個女生 年紀最大16歲 最小的13歲 通通都是做硬招的 這些人 我的學長當時就問了筆錄 你們這些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結果其實他們就是一些女生 在西門町在逛街的時候 在喝泡泡紅茶的時候 有某幫派 都專門找一些西裝筆挺的 瘦瘦很高 很帥 去搭訕說我是那個經濟公司 我是什麼地方的 然後誘騙這些女孩子 把他帶到賓館裡面去之後 性侵 未毒 然後強迫他們去賣淫 在把這些男子抓回來的時候 那些女生說那個是我老公 那個不是來破壞我的 女生反而替那個人子講話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那個男生 把這個女孩子拐到這個地方 住宿的時候 那些全部都是姐妹 但是那七 八個 每一個都有一個男生 那這一群男生後面 都是一個綁牌控制者 所以他這一些男生 把這些女生 當沒有在接客賣淫的時候 他就把這些女生送到那裡 送到特種行業去了陪酒 陪酒酒店去 酒店以前有制服店 什麼喇叭店那種的 去到那邊那些女生 已經有的吸毒成癮了 他自己也墮落了 他脫離不了這毒品 完全脫離不了 不打緊 他已經完全深陷在毒品當中 他等於是在那邊 幫他們在做特種色情行業之後 幫他們賺錢 然後來換毒品交易 你知道台灣到現在 每一年都失蹤5千多人 女生 小孩子 但是巡回來的 平均都還有300多個人 在我們台灣人間蒸發 不見了 所以這300多個孩子 現在在哪裡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說這次高雄這個案子 為什麼弄那麼大 我們很擔心這個主嫌犯 羅姓嫌犯才32歲 他後面有沒有個主要的機構 是專門他拉了這些女孩子之後 再轉給後面他這些幫派老大 或者是這些犯犯人口的集團 我很高度的懷疑 我們看到台灣的社會案件當中 有一個案件是非常讓人感到驚悚的 一對夫妻他們結婚了30多年 先生居然把老婆給殺害之壞了 而且切割成了七大塊 這個案件現在這個時候 判刑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大家都在關注 高雄少女案一定要謹慎 因為現在很多的這個主嫌 他會裝病 來 我們來看一個最新的 你知道2018年的5月25號 發生了一個慘絕人寰的案子 有一個男的他叫陳登科 他跟他老婆講我們離婚吧 那財產分配談一下 結果一言不合吵起來 他就拿刀子鐵錘 然後就把他太太活活給你 殺死之後 他既然利用他以前養雞穴道的 這個殺雞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他就把他太太大卸七塊 放塑膠袋 放麻袋 撒石灰粉 以免異味外洩 然後內臟放冰箱 我說到這邊 官司表你覺得他當時犯案 這些手法如此的詩密 專業 你覺得他精神有問題嗎 好 質疑 OK 我們先質疑 好 就這個案子發生之後 現在當然要進入司法審判 桃園地院一開始 他一再審訊的過程 他就先宣稱 我精神狀況有問題 我告訴各位 這幾年大家也知道 很多人最後都靠 精神有問題逃死對不對 結果那個法官 桃園地院法官 我佩服他 因為他很謹慎 他就說那如何證明 你在放案的時候 精神有問題呢 我剛剛提的那些種種 觀眾朋友有串起來了嗎 你覺得他精神有問題嗎 法官說如何證明 你放案的時候精神有問題呢 第二 你的子女 比方說訪問了他的兒子 還有他的媳婦 也都說他爸爸講話很正常 所以不成立 即使 而且法官講一句很重要的話 即使現在廢死當道 可是那只是目標 他畢竟不是一定要做的事 所以判他只行 可是到了高院 最近發生的事 到了高院 陳登科在面對法官的詢問的時候 他就開始風言風語 比方說有一個經典 法官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殺你老婆 一般人會說我沒殺 或者是我殺了對不對 他不是 他回答說 那個刀子都殺不了 基兒怎麼殺人 法官覺得你在答非所問怪怪的 然後他突然還會加一句說 怎麼阿姨是第三者 也跟案情很多都風牛馬不相干 就這樣 所以辯方的律師 就他的律師就講 法官 這陳登科 他這樣子可能沒有救審能力 救審能力就是說 如果他現在精神狀況有問題 這樣審有什麼意義 基同壓這樣審有什麼意義 可是檢察官就說 不 他是有救審能力 那沒關係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理找誰 精神科醫師來鑑定 三種精神科醫師就來鑑定 結果鑑定的結果是什麼 觀眾朋友看一下 他說部分障礙 這一部分障礙 部分 辯方律師就說 你看有部分障礙 不可以救審 檢方說只是部分障礙 可以救審 好了 結果現在兩邊就僵在那兒 所以這個目前雖然沒有停頓 但就僵在那兒 我想說什麼 你知道嗎 法官他當時找這個 三種醫院來的時候 辯方律師他就緊咬一點 他說你三種的醫師 當時在對陳登科 做精神狀況分析的時候 你問了誰 他說我問了他的兒子 也問了他媳婦 你有沒有問他女兒 當初是女兒發現了 媽媽的頭顱裝在袋子裡 報警的 你有沒有問他女兒 他的精神狀況 沒有 因為當時聯繫不到他女兒 你沒有問他女兒 不夠客觀 你看法律上就是有這麼多 凡文入竭 好了 檢方就認為說 不 這個其實並不影響 各位 我想講一件事情 如果在司法審判的階段 殺了一個人 竭離30年的法妻 就這樣殺掉了 像殺雞一樣 而且頭顱都剁下來 內臟還冰到冰箱 但是事實上因為精神問題 就可以把他牽著刀 現在好像吳姐一樣 你說我們做法官 是不是要拿出更高的智慧 來對付可能會裝瘋賣傻的人 現在這個時候 很多的這些重大的案件發生之後 每一個胸前 他們都是用這種 有精神疾病想要來脫罪 現在看起來 就是變成一個常理一般 對 這個案子是用救審能力 就是說我沒有辦法 這個被告沒有辦法 有完整的意識跟辯證能力 上法庭 接受審判 然後為自我辯護 甚至能夠保護自己的利益 所以這個是辯護器梟上的 可能的手段 同樣有人是被判決確定 要關的時候被小腦萎縮 或什麼樣失智症 阿森海默症 這些都可以拿出來講 就不用關了 這個都是 這個都必須要仔細的去 科學的驗證 譬如說像我們講說 中立的梁姓男子 殺害他媽媽砍頭 丟下樓下那個案子 那案子法院就判 判無罪 可是那很可笑的是說 事實上在國外的精神醫學上 他除了主觀 由精神專家 鑑定專家來做訓問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對談的裡面 做主觀的判定之外 還必須從生物精神醫學裡面 抽血液 去看他血液中的多巴胺 跟腎上基數的變化 是不是正常 是不是常態 來決定這個人 有沒有自己在犯罪行為前 先酗酒或者嗑藥 把自己陷於無辨識能力 然後就犯罪 這個就要適用到19條第三項 排除他必須要怎麼樣 他還是有罪的 而不能夠免責 所以這個案子是有問題的 同樣這個都是辯護技巧 法官必須能檢視 利用專家 科學 主觀跟客觀 去兩管 雙管旗下去見識 另外我要講到 從這個案子衍生出來 有個案子是我們都知道 陳情火的案子裡面 陳情火的精神狀態 也曾經被拿出來討論 然後作為辯護的手段 事實上你知道嗎 我曾經研究過他住的地方 那個地方是一塊 我們還有的香菸地 香菸地 所以這個地方 他住的這一排房子 我們說台灣人工在換儲 它是第四 這個地點 它前面是個巷蔥 這塊地所謂香菸地 就是過去的所有權人 他本身的那些人 死後之後沒有人繼承 這個地被別人佔久之後 佔據之後在陽間 蓋了這些房子 所以原來住這些人 我去調查過 一般都住得不太平順 所以他們都會祭拜 住都住在別的地方 做生意在這裡 後面祭拜之後 生意都滿好的 當然在陳金火這個機智行 後來換了一個金子店的老闆 他因為在裡面洗澡之後 看到了白衣服的人 所以嚇到不敢做 後來換了一個 中醫院的中醫師去開 開業生意就非常非常好 我講說一個地方裡面 為什麼這地方 發生奇怪的地方 特別是我為了這個陳金火 是不是在民國80年 也就是蘇建合疑似 殺害吳明翰的同一年 同樣在3月1號2月28的那個晚上 是不是有殺害另外一個女孩 叫做許瑞芬的 他媽媽是保險員 陳金火騙他到機車行去 然後跟他談事情 談弟弟的保險 結果這個女孩子車留在現場 陳金火的機車行現場 但是人失蹤 神秘失蹤將近30年 你知道嗎 這個女孩子過程裡面 我去調查過程中 要去調查這個案子的時候 突然間 大概在49歲那一年 突然間強烈的憂鬱症跟恐慌症 結果我在30個禮拜 一直夢到一棵大樹 後來有才一個節目 找我去研究這個案子裡面的 靈異現象和它的結構 結果你知道我去的時候 我就問出來 真的在陳金火住的地方 陳金火在這個龍井鄉 龍井鄉三面都是墳墓 包住這個鄉 你知道嗎 在新興路這個地方 他開過兩間機車行 然後第三間還是要遠一點點 有一間是在大甲 你知道他離他500公尺的地方 有一棵大樹 要接近百年的榮樹 那就是我夢中看到的那棵樹 夢到的樹跟那棵樹一樣 你知道那棵樹多恐怖 那棵樹的旁邊上吊了 然後有2011年發生 女朋友跳下來 把男朋友壓傷的情況 女朋友就死掉了 然後還有同時在旁邊 燒炭 自殺 幾天之後才發現他們的屍體 所以這個是一個靈異的空間 我認為那個樹上的修煉者 操作影響了陳金火的意識 所以他才會不只在民國80年 還在民國92年 殺害施金石來幫他分屍 還吃著他的性特徵的器官 我認為這個靈界 操作人間的意識 是造成這些靈異現象的過程 然後這靈界的力量 也藉由這個特殊的命案的手法 在這個空間裡面建立他的威望 所以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實 也必須在除了法律層面之外 應該要去深切關切的部分 這對於社會的治安是有幫助的 我們看到這些兇嫌實在是非常的殘暴 可是我們看到的港片裡面 常常有一些兇殘的一些電影出現 像人肉叉燒包 不過人和在這個案件當中 好像生死的案例當中 有類似這樣的案例出現 這是真實的 在我們台灣西隆發生了一個 活生生的案子 是我們當時的學長 李信偵察員還有汪信偵察員 兩個辦了一個案子 很可怕 他在1999年有一天 一個女生綽號叫阿蘭 到他們單位去報案的時候 到我們警察去報案的時候 他說每天做夢夢到一個男子說 阿姐 我很冷 我很冷 你又看到現場 你看到你都不會跟他搗三人 不幫我 那個姊姊 那個綽號阿蘭的 就直接跑到警察去報案 講說七年前在1992年 就是民國81年的 11月14號那天晚上 他的男朋友姓張 張姓嫌犯 在他所經營的羊肉爐 那個爐的店裡面 把一個客人綽號叫文淵的男子 打死之後 拿那個剁刀 把他的屍體肢解 然後碎肉做什麼 碎肉做成羊肉爐給客人吃 給客人吃掉 所以警方一聽 No calling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發生 他說七年前到現在 你為什麼七年前你不報案 然後這個阿蘭嘴巴一張開 上面的牙齒一顆都沒有 怎麼會這樣子 他說因為我看到當時這個李文淵 他醉醺醺的在我們店裡喝酒 我要讓他回家說 我們已經打烊了 他不走 不走的時候 跟我大小聲推了我一把 所以吵到了我的男朋友老闆 吵到他之後 老闆就拿了個鐵條 活活的把他打死 在裡面剁他的肉 織解他的肉的時候 被我從那個門縫看到了 我正想跑出去 被我的男朋友抓進來 所以他在死者旁邊 拿了他的衣服跟石子包在一起 他說你如果講出去 你也有事 其中這七年他每次 一想到這個案件的時候 一開口他男朋友就拿那個 勞務權把牙齒拔一顆 一講就拔一顆 所以他整個牙齒被拔光了 活生生的把牙齒拔光光 他說你為什麼這次要來報案 他說因為每天做夢 夢到那個李文淵死者 每天來託夢 每天說他很冷 所以我報不行了 我們警方我們就特別 在去現場偵查的時候 因為那個地方已經沒有了 七年前 今年的羊肉爐不見了 有顆的維護基證都找不到 都沒有 甚至於把浴室 那個浴缸還挖起來 查看看有沒有其他的維護基證 或者是DNA等等 毛髮等等 到最後面抓到了 這個張信嫌犯的時候 張信嫌犯一開始死不承認 他說沒有 從頭到尾就是沒有 因為透過其他的目擊證人 他裡面店裡有一個員工叫阿福 他指證說當天晚上 他事實上他有看到這個張信老闆 抱了一袋黑色的塑料袋 但是裝肉 但是他問老闆說那是什麼肉 老闆不跟他講 他驚覺說那個顏色不太對 但是沒幾天 這個阿福就被老闆 就是被這個張信嫌犯 給肢潛掉了 肢潛了之後 為什麼他把肉剁到羊肉爐裡面 給客人吃的時候 其實他手跟腳和頭怎麼辦 是因為當時基隆市警方 在蝙蝠洞裡面要搜尋 其他另外一個案件的時候 在蝙蝠洞裡面發現到一顆頭顱 然後這個頭顱 一座DNA比對 就是跟阿蘭講的 失蹤的那個文言一樣 想到說有這個案子的時候 他們當時因為失蹤人口 這個頭顱不曉得要埋到哪裡去 這些屍塊埋到哪裡沒辦法去 所以當時基隆市警方 把他埋在瑞芳第七公墓 跟兩名無名師一起埋在一起 但是說巧也巧 因為那個墓碑都不見了 垮掉了 但是這一些偵辦人員 到現場去的時候 十字高一敲下去 第一個動作一敲就敲到那個袋子 一袋子就拉上來 全部的屍塊完整 通知這個李文淵 本名叫李俊雄的男子36歲 通知媽媽 妹妹到場做DNA比對 99.97% 吻合 就是吻合 這個死者就是李文淵 本名叫李俊雄 後來這個男生為什麼才扶捨認罪 他說是因為他在我店裡爭吵 我在樓下睡覺 可是在我樓下睡覺的時候 他推了我女朋友一把 我很生氣 趕他走 趕不走 所以我就把他抓進來打 活活的打 鐵條打到歪掉 才拿出塗羊的刀把他宰了 宰了因為有些碎肉 他沒地方丟 所以他才把碎肉丟到羊肉乳裡面去 給不知情的客人吃光光 我們看到一些刑事案件當中 有這麼一些恐怖的場景的出現 可是說到這個案件 常常那些發生的地點 張律師 好像常常也會有一些 不可思議的事件出現 1999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因為台灣面臨了台海風雲 所以師傅要我們去泰國 泰國做全泰國的超度法事 剛好到清邁的時候 為了找旅館 找個便宜的旅館 因為當時去了200個人 那時候就找到了梅兵酒店 就是當時清邁最好的酒店 在1999年的時候 你去的時候就發覺說 去談好了價錢之後 我想說去總統套房看一下 去的時候 自然鄧立軍來通靈說 他是最喜歡在生前 站在他的總統套房的旁邊在這裡 看著清邁的山景 然後山景看下來 這個飯店以前500年前是 500年來都是一個老的佛寺 下面有個佛塔 500年的佛塔 就從這裡看下來 看著山景非常漂亮 生前他最喜歡站在這個地方看 所以這個東西 還包括鄧立軍 他在這裡的一些細節 結果就講完之後 這個飯店的經理 帶我們去跟領班講說 確實印證 印證的都真的 他們也常聽到 那個梳妝台椅子會移動 還有聽到鄧立軍的歌聲 在裡面唱歌 奇怪的是說什麼 當時有個很特殊就是說 當時這個酒店的經理 業務經理 這好像叫美雀小姐 他說這個酒店即將要裝修 因為他是民國1995年 鄧立軍過世 99年的時候我們去參訪 他說這個房間 準備要重新裝修 但是鄧立軍通靈講說 他弄錯了 他說這房間 已經不是他死的樣子 已經裝修好了 我們想說怎麼可能 飯店人會搞錯 這麼重要的事情 結果查證起來 是真的已經裝修 已經不是鄧立軍 當時死的那個狀態 證明說鄧立軍的通靈 是確實的 你知道嗎 這個人 這個經理就說 張律師 我想我幫你 我幫你準備一個最好的房間 讓你住好了 我想說這最好的房間 是什麼意思 結果就在他 鄧立軍住的房間的下面 這一般的套間 你知道下面這一間 你看這房子是拱形的對不對 扇形的 這種房子基本上比較不好住 風水上比較奇怪 像射箭的正中間的這個地方 你知道我進去的時候 覺得房間還好 沒有什麼奇怪的感覺 也沒起毛孔 也沒頭髮也沒豎起來 覺得還沒舒服的 可是進去的時候很奇怪 很想洗熱水澡 我就把水池弄一弄 天氣很熱 可是很想洗熱水澡 太多那麼熱 趕快把池子 肥皂洗一洗之後 開始放水 放水的時候突然間好想大便 你知道嗎 就直到蹲馬桶房上廁所 可是你知道我在蹲的時候 看到水裡面水淹了一半了 我看裡面躺了一個人 大概60歲 你居然躺了人 對 躺一個人在裡面 我說我應該看錯了 沒有看過這種情況 我仔細再看一次 真的躺在裡面 我想著那個人 我就知道說 那個人應該是 心肌梗塞死在浴缸裡面 泡澡的時候死了 所以他讓我感覺到 你住的那一間 就是他安排給我住的 特別的那一間 正中間那個射箭出去 那個拱形的正中間那間 我想說假設你要不要進去泡 對不對 好像不太妥了吧 對 你看到它存在 可是你想 可是我們是來做超渡的 對不對 所以我想說我一定要下去泡 我就怎麼樣就趕快 清乾淨的我就下去泡下去 你知道那水不是熱的 水是溫涼溫涼的 你明明放的是熱水 怎麼變溫涼了 對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知道說 那是一種空間的轉換 我那時候就整個泡在水裡面 我閉著氣泡進去 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痛苦了 這一次很快 下個月就要做超渡了 也可以幫他帶回家去 先不會幫他安排回家的路 所以你不要痛苦了 慢慢你就會找到你自己 你會回家團圓 你知道水就慢慢水源就上升了 那我也可以起來了 這是我真的碰到 在美兵酒店發生的靈異故事 去超渡了鄧立軍 但是也碰到另外一個 死生在裡面回家的人 你知道嗎 他有一次我去海南島 在海口市 傍晚去散步你知道 經過五星級的酒店 走到門口的時候突然間 肚子很急 腳痛你知道 準備拉肚子跑 就很急 就沒有辦法再考慮 就直接衝進飯店裡面 結果看進去的時候 因為飯店很大 我看了最近的是游泳池 所以趕快往游泳池的廁所衝 衝進去之後 蹲完 拉完廁所之後 站起來想說奇怪 為什麼突然肚子痛 我沒有吃什麼東西 在思考的時候 看著那個水池 黃昏的那個彩霞你知道嗎 我看那水池裡面 飯的裡面是紅色的 就是那個游泳池看裡面 那是天空的倒影嗎 倒影可是那個紅色 不是粉紅或橘紅 橘紅的顏色 我看了是換紅色的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很納門 我想說這個東西可能有連結 我就問了那個救生員說 你在游泳池有沒有發生 什麼奇怪的事情 那個人跟我說 你怎麼問這個 我說我從台灣來的 他就跟我說那我告訴你 他說上個月 就是有個你們台灣來的年輕人 在這裡玩 結果他就好玩 就在那邊跳水 他跳錯邊 沒有在最深的地方跳 跳最淺的地方 跳下去頭顱破裂 就死在現場 所以我就叫說 原來這靈界的希望 先佛慈悲 希望把他帶回家 所以讓我感應到他的痛苦 然後去上了廁所 看到水池 泛的光 然後把他帶回家去 就是我碰到的真正靈異 俄羅斯每一年都會 扮演軍事演習 當然會邀一些友邦來參加 但這次印度拒絕了俄羅斯了 這次印度跟中國 自從爆發邊界衝突以來 雙方的緊張態勢 沒有好像稍微平息下來 現在網路上都傳出來 印度的軍人 在好像中印邊境的附近 揮舞旗子慶祝 好像跟之前解放軍的 衝突的勝利 勝利才要慶祝 好 還有一段的 網路上流出的影片 但是沒有獲得 中印雙方的證實 有一段好像 中印邊境的衝突之後 中國解放軍的墓碑群 然後上面還有相關的官兵的名字 罹難者的姓名跟軍界都在上面 有人就講說 這不就是衝著 當時加拉萬河谷罹難的官兵嗎 但是也一樣 沒有獲得了這樣一個證實 所以你看到這兩段的影片 似乎說明了 印度跟大陸 其實還是很緊張的態勢 而現在印度 又傳出了一個幼稚的行為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俄羅斯之前找了印度 參加了2020高家屬的軍演 沒想到印度最近就宣布說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全國要防疫 所以我們退出了這個軍演 你要因為疫情 防疫退出就算了 這是真的主義嗎 我告訴大家 NO 因為中國也被俄羅斯 邀請參加這項軍演 因為高家屬的軍演 每年這些國家都會參加 對 你是不是因為中國加入 就退出了 無聊 為什麼 如果你是疫情防疫 不想要參加這個軍演 你就所有軍演都不要參加 你之前還跟美國軍演 現在又參加俄羅斯 另外一項海上的 英德拉軍演 在印度洋附近的安達曼群島 那一帶的安達曼海域 在那邊聯合 還派出了兩艘護衛艦 一艘驅逐艦 還有一艘郵輪 然後整個參與俄羅斯的軍演 還說俄羅斯跟印度的關係 越來越緊密 這不是無聊嗎 你這不是很好笑 像幼稚園的行為 有中國我就不要加入 我跟俄羅斯另外參加海上軍演 而且要知道安達曼群島 附近的海域 其實是印度洋 要去麻六甲海峽之前 一個重要的航道 你想想大陸他除了在南海 他要鞏固他的海上勢力之外 就是主要那個航道不要被封鎖 因為那條航道是運游的重要航道 對 但是其實印度現在 好像有碰到一個麻煩 因為他們的總理莫迪 在推特上竟然用這個募款 做救濟弱勢的名義 在網路上開始募集 網路的虛擬貨幣 當然後來人家說 這是不是大陸駭客 駭進印度總理莫迪的推特 但是一樣 兩國好像都不講話 也沒有人證實 但是現在網路的傳聞盛銷成上 但不管怎麼樣 因為我剛剛講到說 大陸印度似乎現在已經 就是我就是要比拳頭 要不然就是要準備 稍微打一下小衝突 你知道嗎 大陸也沒閒著 他的解放軍最近甚至被直擊說 在西藏高原某一個地方 舉行了海拔4千多米的 這樣一個高原空降的一個 對 軍事演習 空機這樣的訓練 你看到畫面上是武裝跳傘 還有遠程機動的空降 跟遠程的多點 他們一個分段實施的一個 遠程部隊投送 遠程滲透這樣一個機動訓練 地點選在西藏高原的 青岡藏高原的 海拔4千多公尺的高原 那不就是衝著中印邊境而來嗎 可是這個時候 美國傳出了一個消息說 五角大廈說 2020年 中國年度的軍力報告裡面 披露了 大陸打算從泰國 新加坡 到斯里蘭卡 部署一連串的所謂 一直到非洲 你看到沒有 因為大陸他有一帶一路的戰略 他一直到南海 到新加坡 馬尼歐山海峽 到印度洋之後 一直到西非 我剛剛講他們要利用 這是美國說的 指控大陸 想要從泰國 新加坡 斯里蘭卡 用租借基地 租借港口 然後這些地方 如果比如說這一個港口 然後這邊又一個港口 然後這邊又一個港口 是不是點線面 幫助他一帶一路的戰略 是不是不是想突破了 所謂美國找了印度 澳洲 還有加拿大 日本 所謂的印太戰略包圍網 包圍住中國 中國就有一個 海上版的戰略珍珠鏈 去反制印度跟美國 除此之外 有一個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因為大陸預計 他已經跟泰國提出這個要求說 在泰國南部跟他們泰方合作 在連接馬來半島這個地方 開鑿了一個克拉地下的地形 運用地形的優勢 開鑿出一條克拉運河 投入的新費是300多億元美金 大概新台幣8800億元 如果一旦完工的話 我是不是如果從南海這樣過來 我直接經過克拉運河 對 我可以省價 這1100多公里的路 我不用繞到馬六甲海峽 我只要進泰國灣 我就進到了印度洋 當然這個動作 也引起美國跟印度高度關注 不知道會不會從他們出面干預 讓泰國政府打消跟大陸合作的念頭 這個情勢還有待觀察下去 看到現在可以注意到 局勢越來越詭譎之時 有些人就說到 如果說真的戰爭發生了 那還得了 可是天災這件事情 正在西太平洋這個地區產生 最主要當然就跟颱風有關了 9號颱風進到了韓國了 造成了嚴重的災情 而10號颱風 將在這個週休假期接踵而至 事實上你剛剛提到 在今天凌晨登陸到韓國釜山的 這個所謂的霉沙颱風 確實對南韓產生很嚴重的一個災情 目前照大約有一人死亡 2000多個人被迫撤離 而且你畫面上面所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在風雨當中 那個紅綠燈一直搖搖晃晃的 事實上你看紅綠燈的材質 說真的它也不是塑膠的 這種鐵做的這麼有重量的東西 而且就這樣子給吹歪了 整個垮下來 因為韓國這個地方比較嫌少 有這麼強的颱風進到了南韓這邊登陸 是 所以大家就發現到說 不只是這樣 尤其你想想看 那樣路燈都被吹倒 如果是電線桿 那種揉落在外面電線 你想想看畫面上面 整個電箱就這樣爆炸 當場民眾嚇都嚇死 而且在風雨之中 很怕會發生火災 所以包含到你都帶來 大量的蠔雨的話 你想想看 整個下水道的部分 雨水沒有辦法瞬間排掉 沒辦法宣洩了 居然變成噴泉 人口蓋被噴走了 水全部湧上來了 你想想看路上現在是沒人 可是這個到底有水有多少 你光想地下的壓力你就知道 這一次的雨勢 可能對於它產生很大的問題 而且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你說地下的下水道 排不住就是因為有大量的洪水 你看連車子都過不去 這是山區下來的山洪 是啊 這山區 如果它水土保持在有一個閃失 很有可能就會造成土石流 甚至造成更嚴重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看到 這一次這個煤沙颱風 事實上它的外圍環流 非常非常的強勁 所以周邊海域 都還出現有長浪的情況 甚至在大陸 在浙江這個地方 都還出現了 我跟你講 像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有一隊的新人 他覺得很堅持說他們去拍照 結果沒有想到 這海浪一起來的時候 就捲走了四個人 包含新郎 新娘 全部都被捲下去 風浪這麼大 還到海邊去拍婚紗照 我們還是跟觀眾朋友講 如果真的有風雨的時候 真的危險的地方不要去 還有像講到淹水這件事 安徽到目前為止 已經淹水35天 通通都沒有退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這個本來是一樓 那個水已經淹到了一樓的 將近一樓整個都淹掉 可是我看天空已經都有藍色出現 表示沒有雲了 水還退不掉 而且你這個退不掉 表示周邊通通都還在淹 所以你光看人家是坐車 坐船 你已經搞不清 而且你現在看到 那個本來是一樓的那個位置 現在都已經被淹到跟水同 有沒有看到那個招牌 太陽出來了 水還淹在那裡 招牌都淹在那裡 所以像這種淹水地區 有時候就很麻煩你知道為什麼 糧食問題大家會要吃飯 總是要活下去 結果就上海就出現了 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很怕沒有糧食 怎麼鐵門才一開 全部都衝進去了 而且什麼 你剛剛真的沒有看清楚 鐵門還沒開 他只開一半而已 就有人用磚的 這樣子通通都搶進去 結果大陸超市人 他們居然就講說 這個我們習以為常 最近這一段時間都這樣 大家拚命搶 而且不只是搶半價的菜 連豬肉攤 我跟你講 只要一開始 你看畫面上面看一下 居然就搶成這樣 我根本不挑什麼肉了 我只要看到有肉我就抓 當然雖然豬肉 可能最近這一段時間 過去有些什麼疫情或什麼的 可是大家搶成這樣 實在是也太誇張了你知道嗎 可是人的所謂的肺炎的疫情 大家也都很開心 也是很嚴峻的 結果沒有想到在武漢 居然有學校開學 1500個學生 大家都排排坐 但問題是這個照片 你怎麼看會怎麼怪你知道嗎 因為少了一個東西叫做口罩 沒戴口罩 一般像這種大型集會 應該每一個人其實 尤其現在這種密閉空間裡面 你是不是應該要戴著口罩 結果你看沒有戴口罩就算了 根本也沒有安全距離 也沒有社交距離 所以大家發現到說 你這個防疫的狀況真的是很糟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現象 像最近大陸 不是在推動光盤計畫 就是大家要節省糧食 要把東西吃光光 可是你畫面上面所看到 老師跟學生吃的餐點 好像有差 老師吃的東西 感覺上都非常非常的精緻 但是學生吃的很多人就覺得說 你學生吃的東西怎麼看 那個水上面浮著幾層東西 感覺好像那就是食物 那叫給學生吃的 甚至還有人講說 你看到學生這樣吃 大家好像要用搶的 如果你搶得慢一點之後 好像還吃不好 這樣會給老師吃得很好 所以這段時間大家就在看 說大陸為什麼要講光盤計畫 事實上有沒有可能是 他的糧食出現問題 因為事實上經過統計 發現大陸的玉米缺口 很有可能會有大概3000萬噸左右 這個缺口非常大 這個缺口差不多是他們總生產的 所謂一層左右 這裡面大家就會開始去擔心講說 你知道像玉米這個東西 跟飼料有關係 有時候人的食物裡面也會有 還有很多的再製品 加工品裡面都跟玉米是有關係的 可是全世界有四大糧商 我們用ABCD來簡稱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他們的名字 前面剛好都是ABCD四個英文字 其中像ADM還有邦吉跟加吉 這三家公司 我告訴你 都是美國公司 美國跟大陸在這段時間 因為貿易戰裡面 你想想看這三家公司聽誰的 一定是聽美國的 而且第四家叫做 路易達福的這個公司 它其實是法國公司 單位是以後人懷疑說 他背後有美國資金 現在問題來 譬如說以ADM來講 ADM他雖然是一個美國公司 可是他很早就看到 大陸的市場 在2000年的時候 直接進軍到大陸 而且他不是只有做玉米而已 包含到什麼你知道 包含到食用油的部分 他雖然跟法國集團 他們跟這個所謂新加坡集團 有合作成立這個公司 可是問題是 他們所生產的這些油的東西 現在在大陸都佔有 非常大陸的比重 很多大陸朋友都還以為說 那個是他們國產的油 其實都不是 都是美國人在控制 所以現在這樣一個陽食的狀況 如果美國要繼續這樣子 加緊力道的話 這些糧商會不會配合美國 來對於大陸的玉米的這一塊 或者糧食的部分 再加以掌控 我跟你講 這個其實對大陸來講 可能就需要傷腦筋 疫情的嚴峻 使得現在這個時候糧食出問題 可是貿易戰之下 未來是為了錢 還是為了國家之間的一些利益 而產生一些糾葛 這要觀察下去 但是我們注意到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些電影沒辦法上映了 有些電影續集也拍不了了 這演藝界跟娛樂界當中 許多人陰陰氣派還是什麼 希望趕快恢復正常 鋼鐵人東尼史塔克 我們知道他在電影 終局之戰的時候 他為了對抗薩諾斯 英勇的再代表 復仇者聯盟的成員 他就這樣犧牲了 很多的這個範圍影迷都關心說 他能不能再回來 不要就這樣領便當走了好不好 結果沒想到 飾演東尼史塔克的 這個小勞伯道尼 他就說 Yes Let's all down 是的 一切都結束了 都OK 就沒了 但是其實最令影迷心碎的是 上個週末不是傳出來 飾演黑豹的男主角 查德威克 鮑斯曼 因為李亞來過世的消息 這個消息才真的令大家心碎 你知道嗎 今天這個是威尼斯影展 第77屆的頒獎典禮 在走紅毯的時候 曾經也是漫威電影宇宙 他裡面也有這個演出 在電影奇異博士裡面 飾演古一大師的地毯史雲頓 他在這個威尼斯影展 開幕了走紅地毯之前 他比了一個手勢 這個手勢就是黑豹電影裡面 這個永遠的瓦甘達 瓦甘達 forever 這個手勢就等於是 對這個黑豹的男主角 查德威克 鮑斯曼的一個致敬 讓所有的這個影迷看得好感動 也好難過你知道嗎 後來他在這個領獎的時候 你知道他講了什麼話 我們來看一下 Viva Venezia Cinema Wakanda forever Forever nothing but love 有沒有聽到古一大師說的話 漫威電影就是充滿滿滿的愛 連古一大師還要在這個 從凱特布蘭奇手中接過 終生成就獎的講座的時候 還是要講這個瓦甘達 forever 所以讓大家又想起了這個 在漫威電影裡面演黑豹的 永遠的這個 蒂查拉國王的查德威克 鮑斯曼 但隨著他的過世之後 其實後來美國媒體也 其實挖出了很多 他不為人知的一些事情 比如說他的好朋友 艾迪森 亨德森 還有他的經紀人 麥特克格林 他就有曾經講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低調的人 他說因為他當時 媽媽從小就告訴他 不要去麻煩別人 而且永遠要想到很多事情 你要隱藏自己 所以他都做到這樣一個做法 而且後來開始拍黑豹的時候 他已經在四年前 就確診了癌症的第三期 當時他還是報病完成 但是他狀況那時候 已經病不太好了 對 所以當他當時拍電影的時候 你知道嗎 這個電影的公司 漫威的負責人凱文貝吉 跟他的導演瑞恩庫格勒 完全都不知道他有 離癌的狀況 他好像一副沒事的樣子 然後就拚命的演出 全心全力的投入 到今年其實已經轉化成第四期了 所以當大家後來 聽到他離開人事的消息 才知道他原來他之前這麼堅強 可是你想想看 這個黑豹電影 在他上映之後2018年 創下了多少的紀錄 首先他不只是全球票房 狂賣13.44億美金 而且在台灣賣座 也高達4.47億台幣 他在美國的本土票房 也高居美國影史上的第三高 他甚至在美國本土票房 就有7億元美金 超越了他的師兄作品 就是復仇者聯盟 無限之戰的這個票房 去年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電影 被譽為2018年的年度電影 而黑豹當飾演 獵鷹的男主角他有講說 他形容黑豹這部電影 是幾乎全黑 為什麼 90%以上黑人的導演 黑人的製片 黑人的武術指導 黑人的工作人員 幾乎在裡面所敘述的什麼劇情 就是有關於野心種族的問題 博得很多全球影迷的喜歡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 查德威克的鮑斯曼 不是只有黑豹電影 當然是讓他聲明大照的 一部作品 但在那之前 他其實有很多的作品 比如說2013年42號傳奇 就在演美國職棒大聯盟 第一位飛衣球員 Jackie Robinson 然後2014年的積越人心 他把靈魂樂教父 詹姆斯布朗 他在舞台上演唱的肢體語言方式 還有咬字的狀況 幾乎可以看得出 他對角色的投入 然後來到了2019年暴走曼哈頓 他這一次又是跟 復仇者聯盟的兄弟黨導演 羅素兄弟合作 這也是影迷可以去從他 看到他過世前 最後一部的英雄片的這樣伸手 他在裡面有演出 還有2020年就今年 他演了一個四血五人組 雖然他在裡面不是演主角 他是演一個暫時殺場的 衝鋒若曼 但是大家還是可以看到 他精采的演出 而且他這部電影 其實身形已經銷售 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影迷還是以為說 原來當時他在拍置物片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了這部片 這個瘦身 沒有想到 他其實身體狀況 就是在暴病演出 所以為了這個 讓人家永遠懷念的 黑豹裡面的蒂查拉國 我真的覺得查德威克 這個鋒斯曼 難怪會引起所有的影迷 無限的追思 希望連署致函 給漫威電影公司說 能不能不要再拍 黑豹第二集來紀念他 人生當中有許多的事情 要自己挑戰自己 我們看到美國的魔術師 大衛布萊恩 他現在這個時候要挑戰自己 他又要創了什麼樣的紀錄 事實上這一次 他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嗎 因為以前大家都變魔術 可是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他居然在這一次裡面 他拿著52顆的 氦氣的這個氣球 在仰麗桑那的沙漠裡面 緩緩升空 事實上你覺得 他現在還在笑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這不是天外奇蹟嗎 沒錯 他在重現那個電影裡面的場景 但問題是你現在再看一下 這個場景好像有點怪怪 好像很高 因為他一直飛 一直飛 飛到了這個18000尺的時候 他必須戴上呼吸器 甚至飛到了24500尺左右 這樣一個高度 所以你知道他後來 他慢慢下降到5000尺的時候 你剛剛看到BO醫生 因為他為什麼 他立刻把那個降落傘給打開 所以大家都發現到說 他真的就在挑戰人體的極限 而且你記不記得之前 他不是在挑戰憋氣十幾分鐘嗎 結果後來才發現到 那根本不是什麼魔術 為什麼 太苦練的 他說一開始的時候 事實上他曾經想過說 是不是要什麼擦胃管或幹嘛 後來發現到那些東西 通通都沒有 所以他開始練習 你知道他的練習方式 其實也滿殘忍的你知道嗎 譬如說他就先呼吸完了 就開始憋氣 憋氣5分鐘 5分鐘 5分鐘這樣 慢慢把他給延長 後來有計算出 他在52分鐘裡面 他其實只呼吸了8分鐘 就用這種方式應練你知道 甚至在過去也都有一些挑戰 譬如說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他要挑戰 你看他站在那個地方 你以為他站高高而已 我跟你講他站30公尺高 而且一次站了36個小時 我們一般站的時候 光站都腳都軟了 而且他又站到這麼高 而且36個小時要不知平衡 上面風還很大 這個其實都是說實話 他在挑戰他自己的極限 而且我告訴你 他之前還有一個 也讓大家就覺得很荒謬 像一般人如果被電流給電過的話 我跟你講大家會指指叫對不對 他居然挑戰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一直不斷的挑戰自己 就是要讓自己被電擊 電擊三天三夜 你看旁邊的人笑成那樣 可是他在上面可不好受 當然 所以有的時候說真的 這個魔術跟現實之間 你很難去分辨 但是Baby Brian 他給人家的挑戰就是說 有很多東西他是真材實料 真槍實彈去做的 可是他還是有一些磨住的東西 在畫面上面你看到 這個女孩子長得非常漂亮 但是這個Brian就到他旁邊去 在牙齒上面弄 剛才有來賓提到說 主手拔牙齒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他就真的拔著 那個女孩子嚇到了 把牙齒拔掉了 兩顆牙齒 而且他自己還摸 等一下我的牙齒 你有沒有看到他舌頭 在牙齒縫中間游走 有 那代表什麼 是真的缺了兩顆牙 那做不回去 但現在你畫面上面所看到 他就這樣摸一摸 摸一摸之後 而且他說你看著我 你在看著我 在看著我 不 牙齒長回去了 怎麼可能 我不只會打 還會讓牙齒長回來 這就厲害了對不對 而且那女孩子還一直摸 天啊 我的牙齒真回來 而且你在畫面再看一下 沒有什麼可能或不可能的 因為Brian他就很厲害 你在畫面上面有看到 那個紙槍 你女孩子有抽菸對不對 好 來 菸醬 先講一下抽菸是不好的 結果他拿香菸 就這樣戳破那個美金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 他穿過去了 就穿過去了 而且他一定要拉 你有沒有看到他拉的時候 那個紙還跟著抖了一下 那表紙真的卡得很緊 香菸卡在上面 完蛋了 孫會國畢 這有罪的 結果沒想到 Brian就這樣子 你再看仔細一點 你剛剛是不是穿過他了 你的香菸在那裡對不對 好 你現在好 你的香菸抽出來 然後抽出來 你的香菸還可以用 但是你看他戳著戳著 動片 怎麼會這樣 剛剛被燒破了 動不見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這叫噤聲魔術 也就是說 我就在你的眼前 變給你看 沒有什麼距離的 你畫面上面怎麼看到 他覺得旁邊的 你看 你喝過了